好民眾黨的禮拜六不是黨禁了嗎 我想說奇怪 不是選舉都選完半年了 你怎麼還在講藍白河呢 但是我覺得這個條段是蠻有趣的 火烤黨主席 烤到這個柯文哲 明明清順順的那樣 好請教一下益川哥 黃國昌先登場 他說我就好奇 一個號稱智商一五七的人 怎麼會被國民黨騙去簽六點協議呢 另外一邊陳志涵也來了 來了之前還說主席先說好 不要生氣喔 接著就說柯文哲真的智商一五七嗎 為什麼被別人說土利的時候 還承認呢 是嫌柯黑不夠嗎 這就是民眾黨的流量密碼 更問接班人是誰 是黃國昌還是黃珊珊 該不會接班人也有兩年條款吧 這個很刁喔 會不會火烤怎麼變真心話呢 他們這是黨慶嘛 黨慶就是要慶祝 不才會叫做黨慶 這個民眾黨把議書辦做送書 什麼的送書 議書辦做送書 我記得一個例子 譬如說 就是冠廷家蓋 我們當時會去鄉教育人家結婚 你去致辭嘛 智子就說 你看這是新郎 可能我叫他新郎很熟 這新郎成功這麼嚴重 不要說打鼓中鼓中 嚇台後醫療高的流鼻子 最早七八月 七八月今天也來 還要給我現場 確定太太不會逃跑嗎 今天也要來給我現場 他有辦法拚到這個墓 所以他們墓的家人 應該給我很慶幸 他七八月的流鼻子 有辦法拚到這個 大家打拚我一下 這樣 好 他是阿姨 出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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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做人很好 每一個都處理得很舒適 所以那裡還有一堂 前女友祖 你看看 大家要來祝福 這是魚塾板 這是松鼠 他這個墓是跟你唱的吧 你 不是 這人實在是麻痺的 麻痺的大家如果是 飯堂兵員在開玩笑可以 你如果公家的場合 雙方家長都跟人 出了命 所以就出事了 但是黃國昌跟陳志堂 他不是笑笑的講啊 這是美式幽默嘛 我跟你說這都美式幽默嘛 柯文哲可以接受 這樣美式幽默嗎 你看看柯文哲那個標準 那個標準 他也不知所措 但是我判斷他們兩個 應該有跟柯文哲說 我們要 我們會叮你啦 可能叮你六點 協議叮你什麼 但不曉得內容是不是 就是說沒有講那麼細 而且他們兩個是連豬炮 一次講下去 總共說十幾項 說跟柯文哲整臉 所以柯媽媽 如果一現場就對了 柯媽媽回應的時候說 我們那個文哲這麼年輕 那自然也很好吃 那國昌人家找也疊很多 今天怎麼這樣 早餐我們文哲 我們文哲到底是對做不對 有需要電視給它補出去 把我們早文哲早餐到這樣 文哲從小人到大 我還沒看過 有這個標準 柯媽媽 他覺得很危險 回想生活 譬如廚房子嫁廟說 阿柯媽媽 水昂啊 你們文哲還講一電視 怎麼有那兩個 那兩個不是外行的 以前你們文哲在做市場的時候 那兩個都還沒問題 那都是外行的 都靠行的 我現在這樣外來就要把我們吞下去 這樣不意思 你也跟你文哲說一下 這個對民眾黨來說 一個黨主席被這樣弄 可是他們現在一直催眠那些 插襪蟲 一直催眠 這是美式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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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爾文哲可以這樣 你看朱立倫就不可能這樣被弄 賴清德也不可能這樣被弄 因為他們太嚴肅了 我們現在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擺就可以叮來叮去 所以年輕人 你叮你的父母OK 叮你的教授OK 叮你的老師OK 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 叮一下自己的指導教授跟口試委員 這個都OK 你OK看看 你確定嗎 柯爾文你不要亂教 你不要亂教 最近很多人在口試 到時候他真的叮了 不是 柯爾文你不要亂教 因為這個吵到要互相取暖 一定會講這個 我跟你講就是阿伯對不對 氣度很大 總統格局 黨主席 其他人都跟不上 所以阿伯被叮是沒有問題 那我想請教益川哥 那你這樣子 他們是叮真還叮假的 黃國昌跟陳志涵 他一定會跟柯爾文哲說 為何叮你 這不小心是叮出了真心話 真心話 我舉這個陳志涵的例子 陳志涵說阿伯 你不能不當黨主席 因為你還有聲量 因為你還有聲量 而且效果不錯 這就是類似以前有一部電影 就是有一個記者 剛好目睹了一個 什麼瑕疵的現場 瑕疵的現場 然後他決定 就把這個瑕疵現場直播出去 然後最後那個歹徒 然後他旁邊跟著一個 比較年輕的記者 然後這個歹徒引爆炸彈的時候 那個老記者 被炸了整個臉都是血 什麼時候 旁邊那個 那個他擦掉那個血的時候 旁邊那個年輕的記者說 你不要動 你這個畫面很好 聲音會很好 然後就把他拍出去 你不覺得 那個老記者 跟這個年輕的記者 就很像柯文哲跟陳志豪 所以你是說 他是要接替他的位置 故意來刀他 那我如果我是小草 我在下面想說 這個黨怪怪的吧 黨主席怎麼這麼弱 我就是這個這個阿伯 他一直在被消費 連最後 連最後都還要被消費 因為你聲量很高 你現在你現在這個聲量很高 所以你還不能離開黨主席的位置 這句話都說得出來 而且阿伯消費阿伯 就是說陳志豪黃國昌 這些人去講阿伯的事情 聲量很高 流量很高 可以拉出一波的聲量 代表這個柯文哲 你還不能不當黨主席 有什麼年輕幕僚 把自己的老闆消費成這樣 我覺得他們在講的是他們心裡的話 好 所以請教蘇培 我覺得也難怪柯文哲 臉色可能不是很好看 因為裡面包括陳志豪 就直接問說接班人是誰 是黃國昌還是黃珊珊 黃國昌還問說 柯文哲最近有問我說 怎麼樣提高頻道流量 但因為我有道義 不能像好友一樣 把人家簡訊念出來 哇塞 我覺得這傷口傻眼 太厲害了 臉色有沒有鐵青呢 現在許甫說是因為他忘記 給柯文哲監聽耳機了 柯文哲聽不到台下在講什麼 坦言是自己的失誤 不是啊 黃國昌是在台上講 關台下什麼事 是啊 陳志豪跟黃國昌 都在台上講 不用麥克風應該也聽得到吧 所以柯文哲 這就是貨真價實嘛 他就是表現出 你跟我說要給我靠一下 怎麼把我靠到這樣 把我的皮跟血跟骨頭 全部都已經扒一扒 扒一層下來了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 難不難看 超級難堪嘛 可是陳志豪跟黃國昌 知不知道柯文哲想要什麼 知道 就是剛剛益川大哥所說的 陳志豪就說啊 因為你還有聲量 而且很好用 所以就跟柯文哲講說 我們當慶齁 我們要把聲量弄起來 所以我來火烤你 聲量一定很高 結果柯文哲就傻傻 就答應了 答應之後沒有想到 他們這個真的不只是火烤 真的是扒扒皮 所以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難不難看 當然難堪啊 所以你看陳志豪跟黃國昌講什麼 說你智商157 人家怎麼問你金華城的事情 你居然自己都說你自己鼓勵 你這樣子智商有157嗎 可是大家記不記得 當時在講這個的時候 柯文哲講完之後 民眾黨什麼講什麼 講說 因是講的是說 因祭天下之力 幫柯文哲圓嘛對不對 柯文哲隔一天還講什麼 講說我被這個扭曲了啦 我被斷章許譯了 所以柯文哲是不是真正講出他的心內話 他講的就真的是圖利嘛 然後民眾黨是不是能夠接受 是完全不能接受嘛 所以他們就是藉由黨慶的這一個場合 來修理柯文哲 讓柯文哲難堪 然後為了只是流量 但這個流量賺到之後 對柯文哲來講 真的是加分嗎 不是啊 他那天流量也沒有很高耶 是啊 那天民眾黨流量 沒有 那天他對不對 那天他的流量在他講話的時候 沒有很高 掉下去 後面玩遊戲的時候才上來 玩遊戲的時候就上來 然後火烤他的時候也上來 所以你火烤他完之後 到底誰得利嘛 所以民眾黨現在不能沒有柯文哲 是啊 因為火烤他才有流量啊 不然就是流量全部都在黃國昌 黃國昌也講出了實話嘛 現在民眾黨裡面真正有流量 真正有聲量的是我黃國昌 而且柯文哲還要來跟我求救 所以你看那天的場合 真的是把他的皮扒完之後 還在上面撒鹽巴 撒完鹽巴之後還澆醬油啊 讓柯文哲有疼嗎 有疼啦 所以你知道嗎 許甫說沒有讓他聽監聽這個耳機 如果監聽耳機給柯文哲 我覺得柯文哲可能當場會暈倒 就是拔下來就走人了 是啊 趕快回去嘛 不過我覺得現場 昨天的現場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觀察的 就是碧如姐 碧如姐完全沒有在檯面上 包含玩遊戲 他有說他來參加 但是他因為遊戲而滿了 他又沒有上去玩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蔡碧如號稱自己是民眾黨之母 如果不是他收了大家的身份證 把這些身份證拿去內政部去登記 是沒有民眾黨的 可是現在廠子是黃國昌跟陳志涵的啊 哪有蔡沛齊這個蔡碧如可以站上去 所以我要講啊 民眾黨到現在還在內鬥啊 五年的民眾黨對於一個創黨之母 完全坐在台下 只能在那邊傻笑 而且這個民眾黨之母 在前幾個禮拜開始放風聲什麼說什麼 民眾黨啦 可能要開始有備位的這個機制啦 要來找副主席啦 要選副主席啦 結果今天呢 結果禮拜六的活動現場 根本沒有民眾黨之母的場的位置 連遊戲 連背心都沒有 因為現場之母蠻多的 因為陳佩琪 而且我告訴你 真正之母出現了 真正之母 陳佩琪穿01啊 遊戲的背心穿01啊 你怎麼這樣講黃國昌也穿01啊 可是本來女生的那一邊 本來應該是民眾黨之母 應該是蔡碧如啊 沒有 本來應該是隊長嘛 隊長就陳志涵 陳志涵穿01啊 但是問題下來就是說 剛剛講蔡碧如 那蔡碧如請問要參加黃國昌那一隊 還是陳志涵那一隊 不然呢 男生一隊女生一隊呢 陳志涵那一隊說來 碧如姐你來我這一隊 陳志涵會想說 應該去郭昌老師那裡吧 郭昌老師說沒有 不好意思 如果要參加 去你那一隊不要來我這隊 所以應該是要喝碧如那一隊 因為他其實是互主心切 陳佩琪跟黃國昌都是一號 分庭抗禮的態勢 我跟你講啦 陳佩琪 原本的那個位置是蔡碧如想要的位置 可是因為真正的之母 真正這個太后來了 太后出來之後 這個寫低子只好退位 而且坐在下面 連背心都沒有 創黨之母連參加遊戲 都會被人家說額滿 那是多麼難堪的一件事情 你想想看一個創黨之母 一個遞健的人玩遊戲 有那麼多人在玩遊戲 什麼人都可以 連一個議員都可以穿背心去玩遊戲 蔡碧如沒有 而且蔡碧如現在還主張說民眾黨要設立一個副主席 而且這個副主席講到這個熱熱等了 好像就是自己要去當 可是昨禮拜六的那個現場 其實告訴了蔡碧如 沒有你回來的空間 不管柯文哲有沒有GG 民眾黨就是沒有你的空間 所以民眾黨到現在都還在內鬥 對於柯文哲可能即將會接受檢調調查 大家都知道 所以給柯文哲難堪 但是同時也給蔡碧如難堪 告訴蔡碧如你要回來的機會 沒有 因為現在陳佩琪太后已經入宮了 你沒有機會了 另外包含黃珊珊 黃國昌 陳志涵還霸佔了這個主導整個黨的位置 所以你沒有機會了 好 所以請教瑞德哥 可是前幾天上禮拜的時候 這個蔡碧如不是說 取雙手贊成說這個陳佩琪入黨嗎 這感覺起來不是陳佩琪跟蔡碧如 現在是前科時代是一掛的嗎 這個黃國昌這邊是後科時代是一掛的嗎 那怎麼會搞成這樣子呢 好 現在有這個醫生就說了 這是不是用搞笑之行 行批鬥之實呢 那你看喔 陳佩琪跟黃國昌 兩邊都是零一 這是一種分庭抗禮的意味嗎 因為迎接這個後科時代 佩琪禮拜六剛好也有來 也幫老公講了很多很多話 說老公當得很好 自己沒有當貝衛主席 這什麼意思 因為陳志涵已經說到接班人 這件事情了 對 沒有錯 那麼民眾黨五年五年的這個慶祝 那麼事實上陳佩琪身為主席夫人 來參加是應該的 不過其實他不太應該要穿那件零衣 為什麼 他又不是民進民眾黨黨員 他加入了嗎 他不是說他要退休了以後 不是公務員才加入嗎 你應該就站著你老公旁邊這樣 或者是說你站在旁邊 這個當作一個裁判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民眾黨黨員嗎 這是一種宣誓意味 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嘛 那他為什麼 事實上公務人員能不能加入民眾黨 當然可以 台灣只有法官不能加入這個政黨嘛 對不對 所以你包括法官包括軍人 你不能參加這個政黨活動而已嘛 那這個陳佩琪 他事實上只要上班時間 不進行政黨活動 他當然可以加入民眾黨 台灣這些 除了特殊的這個行業之外呢 都有加入政黨的 這個個人的這個等於說權益嘛 那麼但是你可以發現 陳佩琪最近呢 非常熱衷參加這個民眾黨的各種活動 而且臉書發 他老公每次發生事情 以後他就出來救駕 那麼如果他這個富人牌沒用的話 媽媽就出來了 不信的 那個王毅川最了解他媽媽了 你知道嗎 所以媽媽馬上就出來了 媽媽媽寶牌 就是這樣來的嘛 那至於這個等於說 他為什麼他跟這個 這個蔡壁如的關係啊 你忘了中共統戰有一句名言 結合吃藥敵人 先打擊主要敵人 請問現在蔡壁如的主要敵人 是陳佩琪嗎 當然不是 他現在主要敵人是誰 黨中央旁邊那兩個 本來男的一號 女的一號你知道嗎 那兩位你懂嗎 那至於陳志涵 那麼他們說 全台灣只有這個政黨的這個 黨主席可以這樣被炎上 被火烤 我贊成啊 為什麼 各位要知道陳志涵非常可笑 他笑人家說 柯黑智商勘率 邏輯也零分 你才零分 你知道他寫這篇的第二段 他怎麼寫 平常你們這些柯黑不是很愛黑 民眾黨內的一言湯 沒有人敢講真心話嗎 那你們怎麼講的都是真心話 你們這個主席根本不配當主席 為什麼 不是只是黨性而已 怎麼會有那個自殺157 說是被人家騙進去 不要說林濤不服 林濤今天就出來K了嘛 不要說林濤不服了 呂家凱當然也不服啊 你自己身上 柯文哲身上是人家騙你走進去那個 反尾變上當 你自己反尾了 走進去那個黑箱密室裡面的嘛 然後呢 手掌在你身上 是你柯文哲的簽名是 聽說還第一個簽嘛 有人逼你嗎 你以為是你那個JK羅琳是不是 JK羅琳可以讓你自己騙自己寫嗎 當然都不是嘛 沒有人逼你嘛 這些都是你一手抓地來嘛 你做了多少亂七八糟的事情 不是都這樣子嗎 還有說了多少胡說八道的話 那麼對女性 踐踏女性的話 不是都你說的嗎 然後結果呢 陳志涵說 你以為我們民眾黨制議員堂 沒人敢講真心話了嗎 你們講出來的話都是真的 而你們也認為是真的 那你們還把這種人當主席 當你們的領袖 你們這些人沒救了 我講坦白的 他你們講的如果都是真的 那我跟你 我請問一下 跟十萬青年在那個立法院外面 喊黃國昌偉君子的青鳥年輕人 你們跟他們都是一樣的 那你們怎麼還可以力挺這種二百五呢